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凌云的直播间 凌云说财经,有料有趣,有获益 今天是2022年2月15号,对吧 昨天是情人节,今天的跟着是这个元宵节 这在我们中华民族来讲是个大节日 就是说你可以做初一,我可以做十五 对吧,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这个有来有往 那么今天A股出现了力度比较好的一个反弹 反弹也是由基金的重仓股全面反击 确实是需要反弹,也必须反弹 不反弹的话后果不堪思想 那么好了,回到今天市场的反击 市场这个反击可以说是食不过来 就是不敢等的一个结果 你看实际上的外围市场,昨天晚上的表现也一般般 今天早上的港股表现也一般般 也就是说这个反弹的没有外部的配合 这个反弹的纯粹是咱A股需要的反弹 必须能有这个反弹 那为什么A股需要这个反弹,必须有这个反弹呢 应为是,从公募基金的角度来讲 这轮下跌也是非常罕见的 你看公募基金什么时候 在一年的开头被人家蒙了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 套在里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在开明这个阶段正好是所谓的兵强马撞 本来应该是兵强马撞题材众多 正常的一个做多季节 但是呢,出现了被蒙在里头 这个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你去查,你去查 也就是那16年熔断出问题之后被蒙下去 但是当时熔断出问题之后呢 蒙的是这个T彩骨 并没有蒙的这个所谓低骨子的合金蓝筹骨 对吧,这也是有所不同 而且当时呢,是有很明确的利空 这次呢,是没有明确利空的 那昨天我也特别讲,这次有政策利空吗 没有嘛,明确没有嘛 你说有外部冲击吗 其实也不能说有 因为美联储呢,要加息这件事呢 是早就公告天下的 并不是一个意外事件 对吧,所以呢,我在昨天讲说 A股在没有叫政策干预 和没有外部冲击 出现这么一个走势 其实非常凶险的 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敌人在内部 说明了问题在内部 自身的原因 导致呢,这轮的下跌 好了,这我们又顺便 把市场调整的核心原因呢 又点了一下 那么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呢 公募呢,它也是不能够等的 因为跌太多了 对吧,跌到什么程度呢 跌到呢,如果这么跌 或者哪怕是不再跌了 不反弹,它都有点扛不住 因为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 过了某个极限,谁都拦不住 过了某个极限 人就会失去理性 就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 买基金呢,有多疯狂 没准的熟基金呢,就有多疯狂 你如果过了那条线 这是一个 就是公募呢,也等不起了 第二一个呢 公募还想着补点血呢 对吧,经理还没圈钱呢 还没卖基金呢 那这个时候呢,不做一下 怎么行呢 要让大家说 你看你看,不能卖 还要买才对 对吧 我们看呢,这个 现在呢,有两副鸡汤 在当下呢,是很好使了 一副鸡汤呢 这个每次呢 这个基金的时候呢 又市场疯狂的时候 拿出来给大家喝 叫什么呢 我前几天贴了一下 叫悲观子正确 悲观的人正确 然后呢 乐观子能这个成功 这是呢 在你火上浇油的时候 这副鸡汤何好使 对吧 非常好使 就是说 你可能谨慎 你可能自己风控做得好 但是你正确有鬼用嘛 对不对 你觉得应该是 是疯狂的 对吧 还是非理性的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比你乐观 我们挣钱 你一边说的去吧 这副鸡汤通常是 用在呢 在顶部 但有时候也可以用在底部 就是在底部呢 就是相对阶段性的 这个调整期 市场呢 有分歧 有人看得很低 往下走 然后呢 要鼓励大家呢 急着操底 这个时候呢 这副鸡汤 也是好使了 就悲观子正确 你可能是正确的 但你不成功 对吧 乐观子成功 这是一副药 在股市里头很好使 很多人是这么被洗脑的 不知不觉 还有加上四个字 不知不觉 就被洗脑了 另外呢 还有一种混淆 混淆 混淆市场的调整的性质 混淆市场走势的 这个核心问题 叫做什么呢 就是涨多了 要跌 跌多了 要涨 这也是一副好鸡汤 用来混淆 对市场 这个 级别 或者状况 它的这个判断 就把 大级别的调整 或者市场的疯狂 就用这一句 非常的平静 对吧 就可以掩盖过去了 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 大级别的调整 非常大的级别 你哪怕在初期的时候 跌的比较凶了 但是不一定呢 代表它调整到位 对吧 它可能凶的还在后头 你看着这头挺凶的 对吧 但是它凶的可能还在后头 可能还在后头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有些人会拿出这副鸡汤来 就是涨多了要跌 跌多了就会涨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当下的调整 是因为涨多了要跌一点 那当下呢 跌的这么多了呢 就跌多了呢 要涨一涨 这也是一个混淆 市场性质的一个好药 对吧 脑子好像有 又想得不透的人 特别有用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一开场 就给大家呢 公告了两副 好药 一副呢 叫悲观子正确 乐观子呢 成功 第二副呢 叫跌多了要涨 涨多了呢 要跌 都完成它 其实这些东西呢 你要踪嘛 你要踪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